好嘞 接下来咱们还是来关注辽氏春晚 这个我最关注的 我们特别期待 继续揭秘咱们的辽氏春晚 但是我肯定是要先看辽氏春晚的 明天晚上就在明天晚上9月29 我们辽氏春晚就跟大伙就见面了 对 前几天我们也给大家一会儿报了不少料了 今天我们的辽氏春晚明星大腕 艺术大家云集 那今天我们就来点小清新的 喜欢小鲜肉的看过来 这个马上将闪亮登场的就是一位90后 大伙都喜欢称他为火星弟弟 知道是谁了吧 火星弟弟来到东北的第一印象是 所有的人包括工作人员 还有包括当地的歌迷 还有反正就是所有的人 我都觉得特别的热情 而且很直爽 你喜欢这样几爽性格 就很舒服 就会觉得没有特别强的距离感 没有距离感让华晨宇在后台很放得开 完全没有出现他自己担心的交流障碍 就是讲东北话就很好啊 你觉得自己的东北话说得怎么样 我讲得不好 我就会是一句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还挺正宗的 哎呀妈呀大妹子 看来华晨宇绝对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因为接下来这个简单的小测试 就完全暴露出他东北话水平 还真是不怎么样呢 看来想要弄懂东北方言 还确实需要一定时间 不过音乐创作对于华晨宇来说 可就是信手捏来了 赶快听听他是怎么评价 咱们辽氏春晚的吧 这个火星人华晨宇诚意推荐 辽氏春晚好看 你唱完之后我们就有点心塞 还是得看还是得看 对不过说到我们辽氏春晚这么多年 绝对是一个品牌了 我给大伙继续爆点料 这火星人华晨宇来了咱们大农委 一点都用水水不浮 去工作人员爆料 节目所精心给他准备的韭菜盒子 降鸡骨 冻秋梨 三道东北美食 他吃到根本就停不下来 对吃了过瘾 表演上自然也会格外卖力了 华晨宇一首歌曲之后 还跟朗朗上演一场 钢琴与流行乐的跨界激情碰撞 你想想那个场面 就是在优雅的琴声 跟歌声的氛围当中 两个人就好像是 音乐当中的王子一般 现场的观众呢 先是醉了 然后就疯狂了 那他们合作的曲目是什么呢 甭着急 就在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蓝29 咱们聊市春晚上再见 好吧 吧